孔阿辽 位于台湾最东北角 居住人口不到一万三千人 居民都以农与养殖业为生 大环境的变迁 萌生不易 未见亲 则是外漂的年轻人之一 2001年 父亲往生后 决定跟刘家习 回乡不再漂流外地 回乡照顾母亲 这位师兄蛮好的 而且他非常的认真 也认得很实在 这像我们在地的小孩 怎么说过来 过来啦 每天都在这里做 都在这里做不过来 屏团送回来 他真的是付出无所求 对的事情就是继续做 做到最后一口气 2006年在核四厂上班的时候 在垃圾堆里看到很多的可回收的资源 基于环保爱护地球的一面善心 简简来整理后再带到奥迪回收厂 在志工赖玉梅的接引下 开启了与慈祭的姻缘 我们奥迪有一个回收厂 那我们在做环保的时候 那魏建青师兄看到我们在做环保 在资源回收 他就将他上班的工作地点 所有的回收物就载到我们回收厂 那我们就有进一步的互动 早期环保回收每天量很大 几乎每天都有五至六位志工 帮忙整理回收物 他则负责在外面回收 2014年共疗环保站站长黄国宝玉 因意外往生后 接续推动塑胶带回收 和整个环保站的管理 他真的是全年无休 在晚上下班六七点 他也是一样在做环保 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会另外叫一个志工来帮忙 然后他在上班的时候会随时排班 譬如说他是早班的 那下午班他会就是开始去做回收的工作 如果是晚班的 他会早上就去做回收 像是全年无休 不管是我们的整个梯子 环保 那个抓棒什么 都是他自己的 能起塑胶带 也是他自己一个人 因为供疗香位属偏远 人手较不足 每位志工都身兼多职 未见亲不仅仿视关怀个案 乡亲需要医疗账户时 安排人医完整关怀 而在一诊前几天 未见亲亲自到每户个案家 一一送上一诊通知单 叮咛乡亲看诊时间 走在最前做到最后 一诊后送上药品 还与乡亲闲话家常 美美近黄昏才能完成整个一诊情务 当别人已经到家休息 他还骑着机车单独再跑一趟 虽然天气炙热 但他不以为苦 他笑着说 其实真的 你很心俊就是跟着上人走这样子 再怎么苦 就是这样子沉下来 传单五年的协力队长 他说用感恩尊重爱 去对待人事物 对的事情就勇往直前去做 做就对了 继续做 做到最后一口气为止 精进不懈怠的未见亲 虽然交棒协力队长之职 仍然继续骑着一台摩托车 让整个共聊 在这大部分住着八九十岁高龄老人的偏乡 将关怀老人视为自己的使命 继续坚持着 守护家乡 更照顾乡亲长辈们 如同自己的父母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